20世紀90年代 在山西省區沃縣北兆村南 沉睡千年的靜猴墓地 因被盜重回人們的視野 我們可以肯定 這個一直在歷史上的幾千年 沒有被盜了 靜猴墓地發現九祖十九座墓葬 其中有八座墓葬慘遭盜絕 考古人不得不進行搶救性發掘 盜絕 打破了考古人的節奏 多次被盜絕的靜猴大墓里 究竟還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截後愚存的文物上 铭記著那些鮮為人知的靜猴历史呢 靜猴墓地裡埋葬的 究竟是哪幾位靜猴呢 本期考古公開課 邀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極崑章老師 為我們講述 靜猴墓地發掘記 靜猴墓地發掘記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溫度 讓我們分享古老的秘密 讓我們踏上發現的征途 歡迎各位收看考古公開課 首先我要歡迎來到現場的 六位我們的學員 歡迎大家的到來 太史宮的史記《晉世家》當中 關於晉國早期的歷史 區區幾百個字 但是這幾百年的歷史 到底是什麼 我想這些都得靠我們的 考古工作者來為我們揭示 那麼首先讓我們通過 短片來了解一下 20世紀70年代末 北京大學教授鄒恆先生 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 在山西省屈村和天馬村附近 發現了西周時期的晉國遺址 此後一段時間 屈村天馬遺址成為了 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學生的 實習基地 20世紀90年代 遺址內北兆村附近的大墓 成為了盜墓者 寄餘的目標 一些晉國大墓 慘遭盜絕 盜坑 比比皆是 遺址內的晉喉墓地 也為逃脫厄運 考古人不得不進行搶救性發掘 那麼考古人在晉喉墓地的發掘中 解讀出哪些有關晉國早期的秘密呢 晉喉墓地裡埋葬的究竟是哪幾位晉喉呢 很讓人痛心的過去 但是我們國家現在一直在 加大文物保護的力度 更重要的就是考古工作者不斷地努力 儘管這些墓葬被盜絕了 但是晉國的歷史 一點一點地清晰了起來 我們接下來首先呢 用熱烈掌聲 繼續為大家有請出 本期節目的主獎嘉賓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員 歡迎齊昆章先生 掌聲歡迎 齊老師您好 歡迎您 歡迎齊老師 整個進侯墓地的考古啊 出土了非常非常多的國之重器 我想能不能跟大家先分享一件 劫後餘生的真品 讓大家感受一下晉國曾經的輝煌 晉喉墓地有很多銅器是被盜了 有的墓雖然被盜空了 但是參照他父親 或者參照他兒子墓裡面 所出土的清冬器 我們最後大陣 給出他的墓裡面 可能出土清冬器的數量 所以總的數量是在4780件 那麼其中呢 考古發掘出土的也就是 三百件不到 其中有一組他的這種曲折的 富富和和的經歷是太有意思了 這就是晉喉蘇中 晉喉蘇中 對 晉喉蘇 蘇是這位國軍的名字 這個晉喉蘇呢 就是歷史上的晉獻喉 那麼晉喉蘇中 大家知道就是一套編中 我們在墓裡面 發掘出兩件青銅編中 兩件青銅編中上有明文 但是明文好像是 整個一套編中的 最後兩件的尾巴 有多少編中不清楚 在這個墓裡面 還有青銅的頂 也是最小的一件頂 上面寫著晉喉蘇 所以我們進而知道 這座墓主人是晉喉蘇 那麼這個被盜走的這個編中 哪裡去了呢 過去那種盜絕 盜賣是非常猖獗非常快的 在92年的深秋的時候 上海博物館館長馬車先生 有一次他到這個香港 到香港那個古玩街 他在一個店家看到了 摆的還帶有泥土的 這種青銅編中 因為馬先生 他是一個國內著名的 青銅編專家呀 他一看知道這西州的 這個西州的形勢 在他之前也有人看過 但是為什麼能擺在這呢 是因為上面竟然有明文 而且能看出的明文 這個感覺的明文是刻上去的 暫刻上去 而不是青銅編上 通常的明文是註出來的 所以呢 可能在他之前有人看到 但是不敢認 覺得以前哪有過在青銅編上 客名的這樣的事兒 所以會不會是假的 但是馬成元先生是誰呀 馬成元先生是上海博物館館長 是國內著名的青銅編的專家 他慧眼施主一下子確定 這東西可以 並且以很大的膽識啊 一下給買回來了 買回來就放在上海博物館 然後呢經過清洗 明文的確是刻的 是讚刻的 但是呢明文通過聯讀 竟然是禁猴蘇 裡面內容記載的是 在某一年的正月 這位周天子從這個宗州出發 周王他去幹什麼 他是去征發俗役 所以帶著軍隊 在部隊裡面有禁猴蘇 率領的部隊 然後呢這個明文又進一步記載 這個周天子 然後呢怎樣子调遷軍隊 在什麼地方分兵 然後呢派禁猴蘇 朝哪個方向進攻 這個禁猴蘇 然後帶領他的部隊去進攻 斬首多少 俘獲多少 然後到一個地方 周天子這個對禁猴進行賞賜 並且他竟然能率領了 周王石的軍隊 哇 這個 他說這個禁猴蘇 在這時候的地位可以 所以禁猴挺開心 把這個事記錄下來了 但是沒有結尾 馬先生一看是禁猴蘇啊 知道這是禁國的統計 同時也知道 北大在整個群人發掘 93年的交通和通訊 不像我們今天 馬先生寫信給周恆先生 說是我們買回青銅器 希望你們過來看看 上面有名門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93年的春天的時候 周恆先生從曲村出發 到了上海呢 周先生就看了 馬先生買回的青銅器 通過看了通過對明門視讀 以及對整個情形看了之後 周恆先生明確告訴馬先生 你這14件青銅器 是出自於山西曲臥 曲村天馬遺址 北兆南的近後墓地 第八號墓 並且與我們那兒考古發掘出土的兩件 合起來是一套 這個太重要了 當時馬先生站起來非常認真地 給周恆先生鋸了一宮啊 這個我想這一宮呢意義很多 他卻是買對了 而不是買假了 對靖國的歷史也有一個交代 而且這麼一套編鐘 能夠合避 合避 這個馬先生啊 我想這個心情是五味雜陳的 非常複雜 那麼在西州時期的靖國 有多少位國君 我們的考古發現 有沒有找到西州時期 歷代靖國國君的墓葬 而這些墓葬又會為我們揭示 關於靖國的哪些真相呢 我想這些話題 都是大家特別特別感興趣的 讓我們把熱烈的掌聲 送給吉老師 繼續為我們精彩講述 發洩靖國 掌聲有請 我們知道在山西南部 現在的曲歐於一城兩個縣之間 交界處有一個大的遺址 這個遺址叫曲村天馬遺址 曲村天馬遺址是一個範圍 它的西面是曲村 東面是天馬 北面是北兆 南面是三張 整個遺址就在這個四個自然村 這個村子以及之間的底下 北京大學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同仁 他們經過將近半個世紀 兩三代學人的艱苦的奴隸 考古發現與發掘 我們已經通過大量材料能確定 這個遺址呢 是晉國的西州時期的 都城所在地 它的最初使用是在西州早期 一直到春秋的早期這個遺址 不再被作為都城來使用 大家也許可能會問 我們有哪些材料能證明 這地方曾經作為都城呢 當然是有些條件的 你比如這個大型的夯土建築機制 就是理智性的夯土建築機制 甚至包括這種城牆 包括大型的宮殿建築機制 還有晉國國軍的墓葬 那麼有關這個呢 在周禮裡面專門有記載 就過去的墓地 它分宮墓區和邦墓區 這個宮墓是指國軍的墓葬 邦墓是指其他的普通貴族 以及平民的墓葬 而且墓葬在裡面 怎樣規劃各個的墓位 它的墓的這個規模 包括墓的深淺 以及它所在的位置 這都是要經過具體規劃 而且是有專人負責 還有一個具體的官名 一個叫種人 一個叫墓大夫 這兩個就是管理這個墓葬的 所以我們在現在考古發掘的時候 才能見到有好些墓地呢 大家一看這墓都很規整 排列的都很有次序 有規整 這就是當時這種制度使然 當時那種墓它地面不起墳堆 不像我們後來起個土堆 這個有土丘 那在先進時期 這樣墓是沒有封土的 叫不射封 不射封但是不是說它地面沒有標示 它是有 同時有專人管理 但問題是就是當這種戰亂 或者世間異常戰亂之後 當原來管理墓葬的人 這個都跑了或者被殺掉之後 人們根本都不知道 這裡曾經買了是進紅的墓地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北京大學開始在 取敦天馬遺址發掘的時候 我們可以肯定這個遺址 在歷史上的幾千年沒有被盜擾過 根據整個取敦天馬遺址的 考古發掘規劃 我們將整個取敦天馬遺址 給它劃成格 然後對每個格 逐步逐步地開展考古研究 可以說如果按照這種計劃 位於遺址內部的進行目的 遲早是要被發現的 只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 到九十年代的時候 當時席卷全國的 一個大的倒墓的情況 打破了考古人的節奏 讓我們提前介入這個活動 我們後來發掘結束 整個進行目的 是九組十九座 靖國國軍跟他夫人的墓葬 那麼這九組十九座 有八座是被盜了 其中有兩組四座是被盜空 就一號墓 二號墓 以及六號墓 七號墓 被盜得空空的 還有一組三十二 三十三 這組墓也是被盜了 還殘留一些東西 而像八號墓是被盜了個半拉 還有一百一十四號墓 也就後來我們所說的 晉侯謝父墓葬也是被盜了半拉 盜絕的情況還是非常慘的 第一次對整個晉侯墓地盜絕 應該是在九零年的春季 在這時候麥子正好長起來 麥子長起來以後 盜絕不容易發現 然後到了九一年的冬季 又進行盜絕 這應該算第二次 這次主要是在那個六號墓 七號墓那塊盜絕 那麼第三次呢 應該是在九二年的夏天的時候 因為九二年的春天 考古人就開始介入發掘這塊 發掘結束之後 沒想到又發生盜絕 這是第三次 那麼第四次呢 是有一個明確時間 是1992年的8月31號晚上 又是盜絕者 他們盜絕其中的後來編號為8號與31號 正好這個墓排號排到8號31號 而正好盜墓那天是8月31號 那天晚上因為盜墓 盜的動靜太大 北兆村的村民知道這個事情了 北兆村的村民在村委會的組織下 大家敲著臉盆 舉著火把 扛著仇吐 然後大家喊著 然後到地裡去幹人 這個盜墓的它盜走了這個 8號墓中的部分青銅器 包括靜候蘇中和靜候蘇底 是非常珍貴的一些青銅器 被盜走了 那麼還有一次是在大約98年的時候 同時靜候墓地還有車馬坑 每一組墓葬都有一個車馬坑 車馬坑呢也有的被盜 後來我們發掘的1號車馬坑 我們就發現了好幾個盜洞 一直都探到這個墓地 所以毫無疑問這樣的盜絕 對整個墓地是產生了很大的破壞 也為我們後來確定各組墓葬的墓主人 以及整個墓地的排位 也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這個我們下面會再講到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齊老師 剛才這一段講述啊 讓人覺得非常的痛心啊 我們在對這個盜絕盜墓分子啊 表示痛恨的同時 其實更痛心的是 珍貴的文物的流失 但是比文物流失更讓人痛心的 就是遺存下來的歷史信息的丟失 是的 是的 我剛才吉先生講到了 這個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年的 這些珍貴的信息 就是因為盜墓者讓它消失掉了 是的 當然我們的公安機關 也一直在加大著打擊力度 所以有很多的文物也被追回來了 因為對於考古工作者來講 並不是不去發掘它 而是在做其他的研究 其實不發掘它 對它就是最好的保護 對 但是沒有辦法 只能是追著盜墓分子的屁股後邊跑 也是非常痛苦這個過程 近衡墓地因為被盜給浮出水面了 在整個90年代 從92年到95年 這個聯合考古隊 對整個近衡墓地進行的 五次大規模發掘 對近衡墓地發掘告一段落 結果沒想到在98年的時候 又一組被出來了 為什麼 這一組怎麼能出來呢 是當時在取博監獄 他有關押的原來盜墓的人 就關押的盜墓飯 盜墓飯呢 他這個在交代過程中交代 還曾經在哪兒的 有這麼一組 結果當時取博文物局的局長 一聽這個消息 覺得有這個太重要了 趕快帶著人 並且帶著盜絕者到地裡去指認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趕快一鑽探 竟然又是一組近衡墓葬 所以整個再加上這次發掘 整個近衡墓地 前年後進行了六次大規模發掘 然後到06年07年 我又來組織那個車馬坑的發掘 那個車馬坑也是到現在為止 就是中國國內發現 西州世界最大一個車馬坑 105匹馬48輛車 那我們這樣 我們說點讓大家開心的事情 剛才先生介紹了 這個近衡墓地的多次的發掘 特別是2006年2007年 就是剛才先生談到的這個車馬坑 它也是到目前為止 關於西州的車馬坑當中 目前考古發現的最大的一座 對 關於這個車馬坑的情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圖片 等於是已經發掘出來的幾種車 這是不同的類型的 跟不同類型 那我們請大家來猜猜看好不好 就跟今天的車一樣 有轎車 有貨車 有公共汽車 大家來看看 這幾種車分別都是幹什麼的 可以猜猜看 老師 我猜第一輛車 它是不是吃過漆的一種馬車 有彩繪是吧 對 這種車是幹什麼的 這種車應該是不是 是晉猴國軍會乘坐的一種 因為我感覺它的等級會不會比較高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看起來好像是青銅材質的 它會不會就是適用於打仗的呢 是不是戰車的 戰車 坦克 裝甲車 第三呢 然後第三種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有一點樸素 是不是那種糧車或者說運物資的這種 第四個呢 第四個呢 第四個就是我就覺得不太好猜了 因為它的形質好像有點特別 這個我不太確定 我倒覺得你說那個彩色的我倒覺得你說那個彩色的像靖國國軍搞一個什麼盛大的慶典 踩車遊行 得得搞這種踩車 然後那個三我倒覺得是不是像今天的出租車一樣 你看後邊有圍檔人往那一坐 是吧 出租車 轎車 四這個挺有意思 四這個是什麼呢 來 我們請吉老師給我們揭曉答案 跟我們來講一講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四種車都是從車的後面看 因為七周時期的車呢 它是一種單元車 這個車都是從後面上的 不是從前面上的 那個雙元車趕車的坐在一邊沒有問題 但是這種單元車過去的這種車都是從後面上的 從後面上去 對 馬在前邊 馬在前邊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中間還有式 車式 車式 這是用來手扶的 這四種車呢 剛才這個學員還是說得非常對 第一個是彩繪車 通常是國軍做的 沒錯 說對了 可以可以 不錯 第二個是戰車 戰車呢 我們又管它叫庄稼車 大家看那是青銅甲片 錘掛在車廂的周圍 變相三號這個的剛才說得對 它通常是運輸的 裝載自重的 第四個 因為你看中間有一個小的那個 孩子可能坐那更合適一些 可以說吧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幾種車呢 囊括了整個西州時期車的類型 大概在當時能見到的車類型都是這樣子 當然文獻中有記載它們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呢 它功用就是這些功用 無非就是乘坐打仗 然後呢 這個運輸嘛 我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 在西州的這個時期 這些車輛呢 比如說國軍的車輛 它當然是有專門的機構來管理的 那對於其他的車輛 它是有專門的官署衙門來管理 還是說私人也可以擁有呢 這都是貴族 都是貴族才擁有車 而且這種車過去那種像戰車的 那應該是都是軍隊管理 那是同意管理的 那國軍的車自然有專人管理 當然也有貴族自己私人乘用的車嘛 那車是身份象徵 整個這個車馬坑呢 東西是21米 南北呢 是14米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相當於300平米的一個空間 底下埋的車 而且我們發掘的是 你還不知道底下車是怎麼埋的 這個車是怎麼發掘啊 這當時還真是問題 我們成立考古隊 然後呢 我們當時又制定了 詳細的這種發掘計劃嘛 我就記得有一次 我跟那個雷星山老師 我們做到那個探訪裡面 討論這個方案 然後呢 當時就想說這個車呢 它是木製的 它埋到地下 原來土是蓋到上面 對 那麼經過3000年 它朽爛了 朽爛之後 它塌了 它塌陷嘛 塌陷了 通常應該是這個中心部分 塌陷的靠下 深一點 那麼在邊角的地方 應該保留的高一點 通常是這個 這個常識吧 所以我們當時在制定方案的時候 我們就確定從一個角開始 非常幸運 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選擇了整個車馬坑的東北角 來作為突破點 來發掘 非常幸運是在坐下去不深的時候 竟然碰到一個鑾鱗 鑾鱗是青銅的 鑾鱗通常是在哪呢 是在車橫上 還有呢 車額上 也就是說鑾鱗本身是在一個 車的最高的位置 我們竟然這個 一下子碰到鑾鱗了 鑾的就不可能發掘壞 順著它發掘下去 就逐漸發現車的痕跡了 你想想 這些車原來是木製 它埋在土底下 它變成土 它變成了土 但是這種土和周邊的土不一樣 坐車馬坑是需要把周邊的土剝離 把它給留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車的 你看這個痕跡 那個木頭變成土之後 那種痕跡留下來 說到這兒 我們還得追溯一下 中國考古學發掘車馬坑這個歷程 我們中國考古學發掘車馬坑 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一件事情 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 郭寶君先生發掘安陽營墟的時候 那時候就見到車 但是就沒有這種技術把它給做出來 大家苦苦地摸索 直到五十年代 夏娜先生在遜獻新村 發掘魏國時期的墓葬的時候 發掘車馬坑 才把這個才把車給做出來 這是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 土中找土 找出車馬坑 看到這個車的樣子了 看到車的樣子了 但是儘管這樣子 我們已經掌握技術了 但是由於這種通常在這個車馬坑 它有的小 有的那種車 它隨葬在墓裡面 那個車大家往下挖 挖的時候一不留心 就把這個挖掉了 軸的兩端通常是有銅構件 通常碰到這銅構件了 壞了 上面都已經全挖掉了 就剩下底下了 耐心細心 還得有準確敏感的判斷力 還得火眼金睛 真是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們非常幸運 我們在一個角找到了鑾鱗 鑾鱗 找到鑾鱗 就能確定這個車的方向是怎麼放 然後能確定一輛 就能確定其他的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車 原來它是順著坑壁擺的 而且擺得很密實 所以當時我們又做了一個決定 把坑壁往外擴 擴出去一米 擴出去一米 直接給它擴到這個 和坑底一樣平 然後從側曼國做 是當時這樣設想的 所以當我們擴出去之後 哇 這個很驚訝 沒想到它在原來的 一排十輛車 十輛車呢 我們就頂著這個坑壁 所以當坑壁往外 已經擴出一米了 看著十輛車的十個車位 就是車軸的頭一路露在那兒 你想想這種興奮 然後我們就順著這個車軸 橫著往前推 從上往下和這樣往前推 這樣結合著做 從偷面的角度進去 對 48輛車我們沒有做壞一輛 現在想來這個覺得不可思議 就這麼一個車馬坑 整整幹了兩年 兩年 對 經過兩個函暑 夏天的時候裡面悶熱 因為弄盪子 然後還有這種暴雨突然來 到冬天是裡面冷的 那麼生著火 就是這樣做 我們的技術工人 還有我們的民工 大家就這樣細心地做 一點點一點點往前推進 在推進的過程中 你給它清理出來 還得保護加過 萬一你已經做出來了 又塌了怎麼辦呢 整整兩年時間 我們掌聲表達一下敬禮 那麼這些車主人到底是誰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組 我們編號為一號 它是附屬於八號 三十一號這組墓葬 也就是後來我們確認的 靳憲侯的墓葬 是這個 靳憲侯 對 靳憲侯在歷史上也是鼎鼎大名 對呀 靳憲侯墓葬裡面出土了 編中 靳侯蘇中 記載了他跟著周天子 一次大的戰役的經過 再加上他能隋葬這麼大的塵馬坑 足以說明 這位國軍在生前 他的文治武功很了得 他死後被視為憲 這是一個美式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我們有個參照 就是到春秋時期 進過另一位國軍叫靳憲侯 靳憲侯的時候 是靳國開疆拓土的時候 也是靳國大力發展擴張的時候 所以可以想像 靳憲侯也應該是很了不得 要不才有這麼大個車馬坑 靳憲侯的這個時期呢 為後來的靳國的發展 甚至為到了東周時代的 靳國的發展 都奠定了非常殷實的一個基礎 大基礎的階段 這是車馬坑的事情 大家對車馬坑有什麼好奇的問題 感興趣的問題和老師來交流 有請 吉老師好 就是我想問一下 您剛剛說了有那麼多種車 我了解的是東周時期 我們通常把一個大國 叫做千盛之國 在靳侯大幕之中 發現這麼多車 是不是可以印證這個靳國 當時已經在一步一步地崛起了呢 西周時期的靳國 它還主要是在靳南 而且它國力還是有限的 在當時的國際舞台上 所發揮的作用還有限 畢竟有周天子在那頂著 什麼事都有周天子來組織 還沒有那麼大的作用 那麼到了春秋時期 尤其是靳國 靳文宮 一舉成為霸主之後 那這個靳國的地位就厲害 到了戰國時期 通常一開口就是千盛之國 萬盛之國 是用這種馬車 它的多少 來形容一個國家的國力的 但是它也是個 足践發展的過程 我們舉個例子 你比如靳文宮 崇爾 在公元前632年 城埔之戰的時候 靳國當時出的兵車有多少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有多少 七百勝 七百輛戰車 七百輛戰車在當時已經是 靳國能拿出手的車了 它恐怕也就這樣了 對 才七百輛 而再往前 在西州初年 就西州是周王滅商 是用戰車的 周王滅商是用多少輛戰車呢 三百輛戰車 所以到了戰國的時候 動不動千盛萬盛 哪是不斷地發展 好 還有哪位同學 就是我就很好奇 這個近候目的的戰車 它這個戰馬和戰車的配比 是怎麼樣的 因為古代車是單元車 單元車它是至少要配兩匹馬 對 一左一右 它一左右 兩邊這馬它有名字叫輔馬 前面這個輔馬 它是架在這個橫上的 車園有個橫是架在橫上的 而當一邊需要幫一匹的時候 叫參馬 參馬是不需要架在橫上的 參馬是相對獨立 為了彰顯威翼的時候 那麼一邊再加一匹 這就是天子的規格 當兩輔兩餐的時候 這是四馬嘛 君子一言四馬難追 所以呢 過去有兩匹馬 四匹馬 六匹馬 六匹馬被大家說成是天子家六 四匹馬大家說成是君子一言四馬難追 兩匹馬呢 是過去大概通常是用兩匹馬 當需要增加這種馬力的時候 才用四匹馬 但是打仗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通常我覺得兩匹馬可能夠了 而且她靈活激動 她靈活 她要四匹馬是極不靈活 我相信通過這樣的解答呢 大家對於靖侯的目的 就有了更多更多的好奇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繼續有請 吉老師為我們精彩講述 掌聲有請 整個靖侯墓地是九組十九座 靖國國君跟他夫人的墓葬 我們大家仔細看 這是整個靖侯墓地的平面圖 每一組靖侯和夫人的墓葬 以及他們的陪葬墓 以及他們的副葬的車馬坑 這個整個一個平面圖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墓地應該從北到南分三排 第一排是一組 兩組 三組 四組 第二排是兩組 第三排是一組 兩組 三組 這樣是分三排這麼一個分部 如果仔細去看每一組 車馬坑與主墓的位置 就會發現車馬坑通常 都是在每一組墓的東邊 而且如果根據我們後來 對墓主人的性別的鑑定 在東北角上這兩組 男主人在西 夫人在東 而往後都是男主人在東 夫人在西 這個也說明整個在靖國那個時期 他在中間有一次理智的變化 靖國人最初是上北上西 後來變成上北上東 這是整個近後墓地的平面布局的情況 那具體到每一組墓葬我們可以平面看 一組是一個墓室南邊帶一個墓道 這是一種 一種是一個墓室南北各帶一個墓道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就是純粹就是一個墓室 它沒有帶墓道的 我們管第一種通常管的叫假字形 第二種通常叫中字形 第三個就不是的 它就是一些方況 那麼這種帶著墓道的是一種級別的象徵 同時有腹葬的陳瓦坑有墓道 這個一看就知道這是靖侯以及靖侯的夫人 那具體到每個墓裡面 這種墓道呢 像這種南邊的墓道通常是斜坡的 而北面的墓道呢是台階狀的 具體到每一座墓葬裡面 它這種官國的結構 通常近侯是使用一國兩關 這是我們的專業術語 國就是指國史 意思是在原來在這個營造墓的時候 挖下土礦之後 然後在底下用木板給它搭建一個房子 我們管它叫國史 所區別的是這個房子有底有四面 這個蓋兒是最後蓋來 然後呢等於是一個方盒子 在這個裡面放棺材 棺材呢通常是兩重棺 兩重棺代表一種身份 一個近侯度通常都使用兩重棺 然後呢在棺果之間放置隧葬坯 通常在棺內是放大量的玉器 而在棺果之間釋放青銅器 青銅器包括這種禮器和青銅的樂器 還有兵器 車馬器等等 那這些隧葬的青銅器呢 它又有一定的規制 這種規制呢 我們大概概括起來就是這樣子 在西周的早期 也就是早期的兩三組墓葬的時候 它所放的青銅的頂 青銅的軌這個數量還是不穩定 頂的數量甚至還多 那到了最後的兩三組墓葬的時候呢 這個青銅頂的數量是固定的 你比如八號墓這一組 通常進口是使用五頂 而她的夫人通常使用的是三頂 這個五頂或者三頂 就是我們平時說的 這種列頂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古代 在先秦時期 尤其在周代呢 它有一種列頂的制度 頂代表牧主人的身份 是一種身份級別地位的象徵 那麼通常所說的是 周天子使用九頂配八鬼 然後呢 諸侯通常使用的是七頂到五頂 然後呢 青大父使用的是五頂到三頂 然後呢 一般的士使用的一頂 這是文獻上這樣記載的 那麼具體在晉侯墓地所建到的 那個最後的三堵墓葬 晉侯呢 使用的是五頂 她的夫人使用的是三頂 這是中國理智的一個演變 這種演變就發生在西州中期 這個在全國都一樣 不僅僅是在晉侯 在陝西 河南 建到的這種西州時期 諸侯一級的墓葬 這種演變都一樣 我們可以再舉個例子 到了春秋時期 春秋時期由於晉國的地位的 去擴張晉國國力的強盛 那麼在太原發掘了 一座趙簡子的墓 趙簡子當時他的身份 是晉國的鄭卿 也就相當於成像這一頂 在趙簡子墓裡面 發現了很多頂 其中能主要地代表 他的身份的一套頂是七頂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西州晚期的時候 晉國的國軍僅僅使用五頂 在那個時候 相當於趙簡子的頂多使用三頂 這也正是我們在歷史上所說的 這個孔夫子所講的 禮蹦樂壞 其實是一種理智的大的變化 那麼這個在墓葬裡面 出土大量的青銅劑 它除了頂以外 它還有青銅的鬼 青銅的眼 青銅的弧 盤移等等 這些東西概括起來就是 青銅的頂和鬼通常是指石器 是裝食物的 那麼青銅頂是通常用來裝肉的 而青銅鬼是用來裝這種 暑雞稻糧的 然後還有這種酒器 是用來盛酒的 這是整個禁鴻墓地 所建造的青銅器這種組合 從早到晚這種組合 都反映了當時這種理智 在整個西州時期的演變 縱觀整個禁鴻墓地 無論是禁鴻還是夫人 在他的墓葬裡面 官裡面都大量地隨葬著玉 到了整個西州時期 這種玉器成了一種承載理智的 成為理的載體 並且形成一定的制度 所以反映在這種葬禮上 具體隨葬上 那麼玉器都代表一定的含義 你比如它有一種玉叫藏玉 這種藏玉分好幾種 把那個玉琢磨成人的五官的形狀 縫墜在布子上盖到人臉上 這個叫椎玉面目 還有把玉含到嘴裡 嘴裡叫玉含 還有握著手裡面 這個叫玉臥 還有腳底下蹬的 這一套叫藏玉 另外還有其他的 掛在脖子上這種大的組配 還有頭上戴的 耳朵上戴的 整個身上的 形成了一整套這種用玉制度 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 它這個西州時期的玉組配 主要是以皇為主的組配 掛在脖子上垂在胸前的 其中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組玉組配 就出自以近後墓地 長兩米多 有幾百件組成 想來在這個牧主人生前是非常鍾愛的 那麼周人為什麼隨葬玉組配呢 可能與周人這種用玉觀念有很大的關係 他們認為玉溫潤 聲音悅耳 純潔 它比較堅韌 所以玉的這種品德呢 成了大家學習的一個榜樣 周代社會是一個貴族社會 這些貴族們都想自己去做君子 做君子如何去做呢 得找學習的榜樣 找來找去 找到了玉 因為玉一直在中國人的文化傳承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這個玉成為在當時 貴族社會裡面 大家非常崇尚的一種東西 以至於死後在墓葬裡面 大量的隨葬玉 他們相信這個玉可以使人不寫 那這種青銅器 玉器共同構成了 整個禁後墓地 它的隨葬品的這種結構 在山西省凌粉市 屈村天馬遺址的北兆禁後墓地中 發現了九組十九座 排列規整的禁後夫婦墓 及附屬的車馬坑 是國軍夫婦的專屬公墓 每代禁後夫婦 幾乎都有陪葬青銅器 除了青銅裂頂 裂軌之外 還有青銅壺 青銅盤 青銅鞭鐘等 這些青銅器不但規範了君臣尊卑 有些也將其主人的故事 銘記其上 是西周社會理智日增完善的重要體現 然而 這裡埋葬的究竟是哪幾位禁侯呢 現在整個禁侯墓地平面搞清楚了 九組十九座墓都在這兒 那麼每一組墓葬是誰的墓葬 是哪一位禁侯的墓葬 這確實很關鍵 儘管考古人通過考古的方式 你比如我們可以通過對陶器的對比 通過對青銅器的對比 通過墓葬形勢的演變 以及在墓地的位置 我們大致能給定出一個順序來 但是呢 你具體到如何確定 每一組墓葬是誰呢 這個是非常關鍵 也是我們在考古發覺中 大家一直頭腦中思考的一個問題 到底是哪位墓 在1992年春天的時候 剛開始發覺一號墓 二號墓 因為這組墓葬被盜一空 所以呢 我們沒有找到 非常詳細的資料 去說明了墓主人是誰 接下來在這個秋天時發覺 八號墓 三十一號墓的時候 哎 有了突破 儘管八號墓是被盜了 還剩了一部分青銅器 那麼在這個青銅器裡面 發現了青銅的名文 這個青銅名文上面 竟然寫著淨喉某某某 這個太關鍵了 當發現這種淨喉字樣的時候 激動地抱著這個青銅器 然後喊著鄒先生 鄒先生 我們這兒有淨喉字樣了 一直激動成那個樣子 這是因為在八十年代 整個考古人 北大以及山西考古人 對整個曲頓天馬一直發覺 那麼的資料 大家就苦苦找不到 有淨喉字樣的東西 而且在前面 根據那墓葬行制 知道這麼大的規模 這種規模墓 應該是淨喉一集的 但是呢 就是沒有直接的 這兒見到淨喉字樣了 並且是淨喉某某某 哇 這個太神奇了 出土的淨喉名文 成為後來我們推定 整個淨喉墓地 9座19座淨喉墓的整個一個支點 那麼通過這所有考古材料梳理 對這青銅器梳理 總共發現有六位淨喉的名字 大家一聽覺得這不挺好嗎 那麼這不就和文獻對照起來了 司馬遷不是專門一個淨師家嗎 專門排了從西州早期開始 從淨喉信父 然後淨喉 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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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沐喉 一直下來 排定這個 那一對照不就行了嗎 但是一對照發現問題來了 這不對 在所發現的六位淨喉的名字裡面 只有一位能和老先生所寄的 實際能對應起來 還不是和老先生直接寄的 對應起來 是後來有人對老先生這個書做的柱 這個柱的後面有一個淨喉名書 而在一個八號墓裡面 發現一個青棟頂 青棟頂上寫的淨喉書 這才能對應起來 儘管前面很激動 而且有好些淨喉 但是其他五位的淨喉名字 和文獻上都沒有對應起來 怎麼解決這問題呢 後來我們通過對整個淨喉墓 那裡青銅器的發現 然後呢 李柏謙先生提出了幾個原則來 李先生提出的第一個原則就是 在上一位的淨喉的墓葬裡面 不會出現下一位淨喉器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父親是兒子給他埋葬的 那麼兒子埋葬父親的時候 還沒有淨喉器來 他父親剛去世 他還沒有來得及做自己的淨喉器來 但是呢 在淨喉的夫人墓裡面 卻有可能出現 是因為通常男性去世的早 也就是他父親去世的早 他母親去世的晚 他母親如果晚些年去世 他這時候已經是淨喉 他已經有坐下淨喉的器 他的器可以出現在他母親的墓葬裡面 這是一個原則 還有一個得承認這種 在那個時候 有一名一字的原則 名和字是互相對照的 那麼在西州時期恐怕也是這樣 司馬遣可能記載是他名 司馬遣沒有記字 而出頭的驚動記有可能是字 所以對應不起來 而有意思是在八號墓裡面 出現兩位驚動名字 一個叫驚喉蘇 是出現在頂上和邊中上 而有驚喉斯 是出現在鬼和胡上 怎麼解讀 怎麼解釋這樣的問題 後來提出這種 一名一字的原則 有可能都是指進現喉的 我們有通過有幾組 有關鍵的名文 你比如31號墓 出土的有個青銅器 青銅器名文說是文考成喉 而在92號墓裡面 又有出土的青銅器 說是文考蠟喉 蠟喉就是利喉 就是盡力喉 那麼通過這些關係 通過這幾個支點 八號墓 這個很關鍵的支點 敬喉蘇 還有92號墓 出土關鍵的蠟喉這個支點 以及31號墓 關鍵這個成喉的支點 我們給出了整個敬喉墓的 九組十九座 敬國國軍和他夫人墓葬的排序 那麼第一組墓葬就是在中間這一排 最右手這個 是敬喉謝父和他夫人的墓葬 然後它上面那個是敬武喉和他夫人墓葬 然後再往西是敬成喉和他夫人墓葬 然後再往西這一組是敬利喉 也就是剛才所說的敬蠟喉和他夫人墓葬 然後它沒有再往西了 而是往下到中間第二排 西面這個 是敬京喉和他夫人墓葬 然後最下面這一排 這個最東邊這個 是敬西喉和他夫人墓葬 一次是敬獻喉 也就是八號墓 與他夫人墓葬 然後是敬武喉和他兩位夫人墓葬 然後最後一組是最左手 最左上角那一組是敬文喉 跟他夫人墓葬 這樣當然也存在一個問題 就是最後一組 也就是最左上角這組墓葬 有的學者認為可能不是敬文喉 可能是商書的 這個與當時敬國的西州晚期 那段歷史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整個州人採用的是敵長子繼承者 敬武喉去世之後 敬武喉的弟弟創了拳 做了四年的國軍 然後後來敬武喉的兒子 也就是敬文喉 把敬武喉的弟弟 也就是他自己的叔叔給殺掉 然後全力又回到敬武喉 抵當子繼承體系上 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 在整個敬武喉墓殿 左上角這組墓葬到底是敬文喉的 還是商書 這個到目前為止在學界存在著爭論 除此之外對其他的墓主人 學界的認識還是相對統一的 在敬武喉墓地 如果我們在哪一天就在這附近 在發現上一組墓葬 或者一座墓葬 這個墓葬裡面出土的青銅器 也許有明文會解決掉 剛才我們所提出的問題 也許有這一天 好 那麼有關敬武喉墓地的整體的內涵 我們就跟大家用簡短的時間講了一下 好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吉老師 但是大家沒聽過癮 因為其實內容非常非常多 好像吉老師也做了一些刪減 現場做了一些刪減 太複雜 這個很難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把這事說清楚 對 但是其實每一個內容 我們都特別感興趣 比如說我們的考古工作者 是通過什麼樣的信息 考古發現的信息 然後又通過什麼樣的資料的對應 又通過什麼樣的邏輯 縝密的分析的過程 最後推定某一座墓 和歷史上的某一位近猴直接對應上 對 這個是就像搞刑偵一樣 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但是也很艱難嘛 就像破案一樣 就像破案一樣 沒錯 非常艱難 是的 是的 這個過程也經歷了很長時間 我們來看一看 大家有什麼最感興趣的 想和老師交流的 來 有請 吉老師您好 我特別喜歡 我特別喜歡禁文公從耳 他的這個歷史故事 那麼在禁猴墓地裡 可能埋葬著的這個禁文猴 和春秋時期的禁文公 他們之間有沒有一些相似的經歷呢 謝謝老師 他倆人相差了一百多年 禁文侯呢 他在位是三十四年 主要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禁文公呢 他在位只有八九年 主要是公元前六百三十年前後 也就是春秋中期這個階段 他倆共同的呢都視為文 視為文是非常了不得的 那個漢文帝周文王 在過去在中國嗜好裡面 這是非常做了封宮偉紀的人 才視為文 禁文侯做什麼封宮偉紀 在西周王朝雷暖之際 將要清服的時候 是禁文侯傾身而出 然後呢 這個護送周平王冬遷 穩定了王室 然後呢建立了東周 那麼禁文公呢 他為什麼被視為文 他不僅僅是因為 後來他成普之戰 成罷 關鍵在這之前 周王室就有亂 禁文公他帶兵 出兵 平復了王室之亂 把周襄王又接回去 然後奉他為天子 在禁國歷史上 沒有機會受過周天子賞賜 並且禁文公是被授於 博的地位的 博就是罷 就是老大 所以禁文公和禁文侯在禁國歷史上 都被禁國做了很多很多貢獻 都被視為文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來 有請 極老師好 我一直有一個事很好奇 就是您給我們介紹了 一號車馬坑 33號墓 91號墓 那這些序號 或者說這些排列順序 是有什麼制定的 這個確定的依據嗎 這是考古上的一個常識 為什麼禁國目的發覺的第一組墓葬 是一號墓 二號墓 是因為他倆最先發現 所以編號為一二 後來就這樣一次地往下排 但是發現不是挨著發現的 是禁號 一號墓 二號墓完了 可能還發現幾座漢墓 那麼他就往下排 三號 四號 五號 一直往下排下去 所以一致於整個禁國目的 九號 十三號 本來是夫妻兩人墓 一個是九號 一個是三號 那八號 三十一號 本來是夫妻兩人 一個是八號 一個三十一號 是發現的時間早晚不一樣 這是一個 墓葬我們通常排的是就M M8 是用M這個墓號 而這個車馬坑是用K來 K 坑 坑嘛 坑 那個坑 那就是一號坑 一號車馬坑 所以它是整號它最大 就發覺它是還沒有發覺別的 就給它起了個一號 一號車馬坑 所以以後大家去這種考古現場 或者這種遺址博物館 一看到編號就知道 這是木 這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大概一個相互之間的關聯 現在有好多考古博物館 大家以後看 它有可能出現這種號 H打頭的 H打頭的 H為灰坑 然後我再問一下 那用這個J打頭的呢 G 或者用F打頭的呢 F F打頭是什麼呀 F打頭是什麼 井 房 對呀 F是房 這是井 所以這個就是回到剛才 極老師講的那個 答案有的時候簡單到出乎意料 好 季先生 整個這個敬喉目的的發覺到今天 所有的成果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您認為它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在左傳史記 儘管的禁國歷史記載很多 但是畢竟它有好些是沒有記載 可以說彌補了歷史的一段空白 如果用考古的功能來講 這個就叫補史的功能 對 正經補史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 我們國家有一個叫 夏商周斷代工程 對 裡面其中有一個主題就叫 西周獵王年代研究 那這個西周獵王年代研究 需要大量的材料 那麼盡核目的發覺正當期時 它出土的好多材料 裡面的天文 它的歷法很多 就是對整個西周獵王年代研究 提供了區域性的材料 這太重要了 這太重要了 還有就是整個近後墓地 我這個從另一個角度證明 整個這個曲村天馬遺址 是晉國在西周時期的都城所在地 那這個儘管我們在目前的 曲村天馬遺址 我們如果按照一個都城的要求 好像還缺夯土城牆 還缺一些大型的建築 但是呢 這麼重要的墓葬在這裡 從古代這種居葬式分得不會太遠的 而且呢整個曲村天馬遺址 也有那麼多遺址啊 對於研究整個 這個晉國在西周時期的歷史啊 那是非常有用的 先生在這工作了幾十年了 我是1984年的時候 當時作為本科生在曲村實習 然後到了02年呢 山醫生考古研究所來安排我 負責整個曲村天馬遺址 一直到這兩年 這幾年 那就是後來又在這兒 有20年的時間 關於晉國啊 其實我們用了兩期節目的時間 有請極先生帶領著我們 去發現晉國 因為晉文化在中國大地上 它也是我們中華文明 非常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直影響到今天 也特別感謝極先生的到來 也再一次感謝所有的那些 為我們的考古事業 做出貢獻的每一位 讓我們把掌聲和敬意獻給他們 來 起立 謝謝 謝謝 謝謝極先生的到來 謝謝您 極昆昌先生的研究呢 通過考古為我們來解讀了 西周時期 晉猴目的當中多位晉猴的歷史 讓那些原本存在 在文獻記錄當中的晉國的歷史 出現在了我們眼前 讓那些書寫的歷史活了起來 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之下 他們又以這樣的方式 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這也許就是 我們認知歷史的一扇窗 這也就是考古工作的意義之所在 讓我們通過這樣的節目 再次向考古工作者 表達我們深深的敬意 再次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